从各地传出的消息来看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在国内传播 针对这种新型病毒 省疾控专家提醒 广大市民应该持续加强防范意识 从目前临床数据结果来看 奥密克戎感染的患者多以年轻人为主 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 大多数患者无需吸氧 并且住院时间也有所缩短 春节临近 人员流动逐渐达到高峰 同时又是北方呼吸道疾病高发期 专家提醒 广大市民应该继续保持常态化防疫措施 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 遵守社交距离一米线 非必要不出事 此外还应该积极接种加强疫苗 为全社会建立免疫屏障 新冠疫苗基础免疫之后 它的抗体会在半年之后逐渐的下降 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加强免疫以后 我们的抗体就有一个回忆反应 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 本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